已经有157年历史的基隆中原季 在13号晚间进行放水灯游行的活动 那么因为今年适逢建国百年 不止祭典的规模突破往年 连水灯更是超大型的 足足有两公尺宽三公尺高 吸引了大批民众到场参与祭典 破季路史上最大的水灯被缓缓抬到海边 有157年历史的基隆中原季 晚间进行放水灯游行 因为建国百年 今年祖朴宗亲打造了一座两公尺 乘以三公尺的超大型水灯 时辰一到燃起火苗 将水灯往海里送 很愿望飘越远 运势就会节节高升 只见海面上火光闪烁 岸边也倔及了大批民众开设为观 不过游行的现场却出现意外插曲 有民众高举红色木牌 企图闹场 好在在警方的柔性趋力之后 并没有影响游行的进行 放水灯的活动顺利落幕 都环浑 是 是 逑